习近平同阮富仲举行会谈 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如约而至 完成同阮富仲总书记的第三轮互访 作为同志家兄弟 我们为越南革新开放近40年 特别是越共十三大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 感到由衷高兴 中方坚定支持越南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相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为首的 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越南党和政府一定能顺利完成 越共十三大提出的各项任务 为实现越南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 中越两国在各自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 相互支持 在彼此改革开放和革新事业中互学互建 越中情义深 同志家兄弟 是中越关系最生动写照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越关系 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越两党作为世界前两大执政的共产党 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 都在领导各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更应该从壮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 和确保各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行稳致远的高度 把握中越关系的特殊战略意义 扎实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越关系将进入政治互信更高 安全合作更实 互利合作更深 民意基础更牢 多边协调配合更紧 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新阶段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将不断取得新成就 并为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 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就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 提出几点建议 政治上要把准方向 要坚持高层战略引领 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建 共同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安全上要深化互信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确保社会主义红旗颜色不变 全力防范化解遏制各类政治安全风险 中方坚定支持越南 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相信越方将继续支持中国 反对外部干涉 坚定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务实合作上要提制升级 14亿多中国人民 整体迈向现代化 是中国带给世界的巨大机遇 中方愿同越南同志 分享机遇 共谋发展 欢迎越方积极对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拓展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 双方要共同实施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构筑安全稳定 畅通高效 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中方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越南投资兴业 希望越方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民意基础上要加大投入 中越合作要多向农业 教育 医疗等民生领域倾斜 加强青年 旅游 地方等领域合作 增加两国民众对中越命运共同体 两党两国传统友谊的了解 增进青年一代之间的感情 夯实中越友好的民意基础 国际地区问题上要密切协作 中越两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既是自身努力奋斗的结果 也得益于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特别是和平稳定的亚太环境 中国不搞排他性小圈子 不搞集团政治 不搞阵营对抗 愿同越方加强多边合作 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提高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涉海问题上要管控分歧 双方要积极探讨 并开展更多海上合作项目 努力推进海上共同开发 把海上问题带来的挑战 转化为双方深化合作的机遇 阮富仲代表越南党国家和人民 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15周年之际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并再次对中共二十大取得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 表示衷心祝贺 阮富仲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 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中国取得全方位成就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越南为兄弟的中国感到由衷高兴 越方坚信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必将如期实现中共二十大确立的各项目标 并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阮富仲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是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 世界上杰出的领导人 也是越南人民尊重和敬仰的同志和朋友 无论是在中共二十大后第一时间邀请我访华 还是如约第三次到访越南 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对越南的特殊友好感情 以及越中关系的高水平 越中情义深 同志加兄弟 不久前 我亲自去友谊官 种植友谊树 也是希望以此彰显 越中两国的特殊兄弟情义 释放越中特殊友好的积极信号 感谢中方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坚定支持越南革新开放和工业化 现代化事业 并在越南遭遇新冠疫情等困难时期 提供宝贵帮助 越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涉港 涉疆 涉藏等问题 都是中国的内政 越方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希望并相信中国将保持稳定发展和繁荣 越南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越方愿同中方一道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以六个更为指引 全面加强政治 经贸 安全 民间等领域合作 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 这符合越中两党 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利益 海上分歧只是越中关系的一部分 相信双方能够本着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的精神妥善处理 越中两国在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和平 合作 发展等方面拥有相同理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全球倡议 旨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完全符合国际法 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越方坚定支持 并愿积极参与 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 越中密切多边协作 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对于两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相信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这次访问 必将成为推动越中关系 更上一层楼的历史里程碑 并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贡献 会谈后 两党总书记 共同见证双方签署的双边合作文件展示 涵盖共建一带一路 检验检疫 发展合作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交通运输 地方合作 防务和执法安全合作 海上合作等30多个领域 阮富仲邀请习近平进行小范围查序 两党总书记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 继续进行深入沟通 两位总书记都认为 中越作为友好近邻 理想相同 理念相通 作为好邻居 好伙伴 好兄弟 好同志 中越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具有天时 地利 人和的独特优势 双方应该继承老一辈领导人 地结的传统友谊 共同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 走好各自的现代化道路 实现互利共赢 美美与共 造福两国人民 也为地区和平与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双方同意发表 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当晚 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夫妇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夫妇 共同为习近平和彭丽媛 举行盛大欢迎宴会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等高层领导人 全部陪同出席 蔡奇 王毅 王小红等 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12月12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在河内应邀同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夫人吴世敏 共同参观越南妇女博物馆 并查续 彭丽媛抵达时 吴世敏热情迎接 并同彭丽媛在越南母亲 雕塑前合影 彭丽媛在吴世敏陪同下 参观了越南妇女民俗展 听取关于越南妇女婚姻习俗介绍 高度评价越南女性 勤劳勇敢 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彭丽媛同吴世敏 和越南优秀妇女代表亲切交流 分享了自己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 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所做工作 彭丽媛表示 中国坚持男女平等 高度重视保障女性各项权利 越方在促进妇女进步 提高妇女地位 保障妇女权益等方面 有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双方可以加强交流互建 帮助更多女性改变自身命运 实现人生价值 查续期间 彭丽媛同吴世敏共同欣赏 越南传统民族乐器和民族服饰展示 彭丽媛表示 中越两国文化相近 民心相通 希望两国密切人文交流 谱写更多中越友谊友好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